前面我们介绍了有理数 就是可以写成整数比n分之m的数 以及无理数 就是不能写成整数比n分之m的数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想想看 若A表正整数 B表整数 C表有理数 D表无理数 试问下列个数属于哪几类 以ABCD表示 1 0 2 1.414 3 2 4-3分之2 5 1加根号5 6 1.2323循环 答案为 1 BC 2 C 3 ABC 4 C 5 D 6 C 第一题 零是整数 所以也是有理数 第二题 1.414是有限小数 所以可以写成 1414 也就是整数比的形式 因此 1.414是有理数 第三题 2是正整数 所以也是整数和有理数 第四题 2 3分之2是整数比的形式 所以是有理数 第五题 1加根号5是整数加无理数的形式 所以是无理数 第六题 1.2323循环 是循环小数 可以写成 99分之122 也就是整数比的形式 所以是有理数 我们将有理数 以及无理数 统称实数 对于每一个实数 都可以在数线上 找到对应的点 举例来说 前面六个数字上 在数线上对应的点 分别是下面几个位置 反之 数线上的每一个点 都对应一个实数 换句话说 实数与数线上的点 是一一对应的 而且越往右边的点 所对应的实数越大 在数学上 我们用符号NZQR 分别代表 全体正整数 整数 有理数 实数 从数状图 可以看出 数系之间的关联 或者 从集合的角度来看 最小的集合 是正整数 加上0和负整数后 构成整数的集合 整数加上 有线小数 循环小数 构成 有理数 而有理数和无理数 合称 实数 介绍完实数的组成之后 接着 我们来看 实数的运算性值 任意两个实数 做加减乘除运算后 仍然是实数 这就是实数的封闭性 这边规定做除法时 除数不可为零 此外 实数在运算上 有下列性值 假设ABC是任意实数 则 一 实数有交换率 任意两实数 AB做加法或乘法 顺序交换后 不会影响结果 二 实数有结合率 A加B加C 先加AB或先加BC 结果是一样的 同理 乘法也有一样的性质 三 实数有分配率 A乘以括号B加C 等于AB加AC 四 实数加法有消去率 如果A加C等于B加C 等至两边同减C 会得到A等于B 想一想 乘法也有消去率吗 如果AC等于BC 则A等于B吗 这时候要多加一个条件 C不等于0 因为若C等于0 0乘以任何数都是0 所以无法判别 AB是否相等 所以 这四点就是实数的运算性质 除此之外 实数还有次序关系 一 给定两实数AB 则A大于B A小于B 或A等于B 我们将这样的关系 称为三一律 三个关系中 必恰有一个成立 二 这样的大小关系 满足第一律 也就是说 若有ABC三个实数 满足A小于B 且B小于C 则A小于C 三 在加法运算上 若A小于B 两边同时加一个实数C 大小关系仍维持不变 那乘法呢 想想看 设ABC为三个实数 若A小于B 则AC跟BC的大小关系 是什么呢 我们举个例子 1小于2 如果两边同乘以3 得到3小于6 但是如果两边同乘-3的话 -3大于-6 不等号方向 这会相反 因此 我们得到 4 不等量乘法 若A小于B 且C大于0 则AC小于BC 若A小于B 且C小于0 则AC大于BC 此外 任何实数的平方 一定大于等于0 因此 对于任意实数A A平方大于等于0 横成立 A平方等于0 仅在A等于0时成立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认识了 实数的成员 此外 也学到了实数的两个性质 实数的运算性质 以及次序关系 一 实数的运算性质 设ABC是任意实数 交换率 A加B等于B加A A乘B等于B乘A 结合率 括号A加B加C 等于A加括号B加C 括号A乘以B乘以C 等于A乘以括号B乘以C 分配号B加C 等于AB加AC 消去率 若A加C等于B加C 则A等于B 若A乘以C等于B乘以C 且C不等于0 则A等于B 二 实数的次序关系 设ABC是任意实数 三一律 A大于B A小于B A等于B 三次中恰有一个成立 第一律 若A小于B 且B小于C 则A小于C 不等量加法 若A小于B 则A加C小于B加C 不等量成法 若A小于B 且C大于0 则AC小于BC 若A小于B 且C小于0 则AC大于BC 对于任意实数A A平方大于等于0 横成立 A平方等于0 仅在A等于0时成立 听完了这些介绍后 不知道各位同学 对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实数 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 下个单元 我们会介绍高中第一个 绝对不等式 算计不等式 请各位同学拭目以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